嘿 我是小船 我是万财 这期影片的主题是 你其实正在被赚钱拖累 为什么你总觉得自己不够快乐 或许你该换一个活法了 这期影片跟之前所有的影片都不太一样 我想要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实现网络创业 然后可以边工作边旅行的人的生活方式 还有价值观人生观的问题 然后这期影片分享的内容 还有我的风格都会稍微悠闲一点 如果不太符合你的观看习惯的话 那你可以挑二别说 我想大家要不现在再忙的赚钱 然后上班的上班 创业的创业 包括这么多人在YouTube拍影片 包括我 其实最终很多都是为了能够得到多一点收入吧 但事实上或许在看影片的你也是其中一位 然后在这里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赚到的钱现在让你幸福了吗 其实仅仅两年前的我也是在上班的时候 我跟很多人都一样 那时候税前的工资是2000美金左右 然后税后到手 可能就1700美金左右吧 当我在东京生活 然后不省吃俭用的话 钱一下子就花光了 冷静下来想想 其实还不如每个月赚1000美金的人 住在一个低消费的农村里面 然后留到手的钱还更多 生活节奏也慢 那还不是更幸福吗 所以我就朝着这条路发展了 现在的我呢就在云南的丽江生活 然后我已经在这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房子里面住了三个月了 每天的日常就是对着这一个落地窗 然后这是我的工作台 然后看着蓝天白云古城和群山 然后抱着猫喝着咖啡工作 事实上其实我都好久没有见过钱了 钱怎么说呢 更像是一个在手机app里面的一个数字 冷静下来 其实我真心觉得 其实即便没有钱也过得会很幸福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其实我可以给大家看一看 我今天的花销还有行程 你就知道了 今天我的花销是这样的 房费18美金 然后早餐7美分 然后午餐2美金 晚餐是免费的 因为老板说今晚要请我吃饭 所以这么算下来 我一天的总花销是20.7美金 我现在还没有确定今天要不要出门 但如果今天出门的话 可能再加一个来回打车费 再多3美金左右吧 而我的行程呢 是今天睡到自然醒 大概是9点半左右 然后抱着 抱着他 抱着旺财工作 然后喝了两杯咖啡 然后跟老板聊聊天 等一下或许拍完影片之后去古城逛一下 然后在这个旅馆看的外面的蓝天白云 然后旁边有一只喵陪伴 然后听音乐写写脚本 工作完之后再听听书 其实人生的幸福度是真的很高 想到这么多 所以认真坐下来算了一下 其实要维持像我这样的生活 每个月算下来其实700美金不用就够了 不是大家幻想的要几十万 甚至几百万的收入也可以做到 而老师说我真的是算那一种节俭 而且不怎么花钱的人 因为我从小到到我妈 他会管到我手上的每一分钱 我随便去买一个零食 他都会说我那样 然后自然然长大之后就没有乱花钱的习惯了 以前在东京的时候 其实偶尔还是会被周围的同事影响一下 别人就跟我年纪差不多的女生拿着年终奖 然后去买了一个爱马仕的包 必须上班 然后我也想要买一个奢侈品装一装 现在这完全不用了 自从做了youtuber之后 我每天基本都是这种感觉 对物品没什么欲望 一天天基本都是穿着一件白T 今天稍微不一样多来调吻 然后买的东西也很少 基本我想着买的东西越少 去旅行的时候移动的时候就越方便 其实打造一个满意度高的人生 也真的不需要很多东西 对于我来说 越赚一万也是这么过 然后越赚一百万其实也是这么过 可能这两者最大的差别就是 在大热天出门的时候 我可能会选择绝对要打车 我不愿意走路 就这么简单就这样而已了 所以总是会有观众会问我说 小船像你这样生活 一直去旅行在外面住店 会不会花很多钱 我的结论就是不需要多少钱 每个月大概七百美金就够了 不过我估计大家会心想 那可能我是一个幸存者偏差 例如我很幸运我创业成功了 然后我的家人价值观对我很包容 其实这些都并不是这样的 就仅仅是两年前一般年的年头的我吧 都是在用命去上班的 那个时候早上六点起床 六点五十分出门 然后八点半到公司 然后一干就干到晚上八点 如果是早下班的八点的话 还要去喝个酒 应该求两三个小时 又搞到十一十二点下班 然后周末偶尔还要在家工作 然后一整天的工作流程就是回到办公桌 先狂回邮件打电话给同事 顾客做各种协调 然后开会 开完会之后呢 单程又站一个多小时的电车 去顾客那个工厂里面拿订单 然后回来中午说是休息一个小时 但是说实话吃完饭十分钟之后 大家又继续工作了 中午都没有休息时间 这种工作节奏一下子就到晚上了 那个时候工作实在太多 很多时候都是被迫加班到很晚的 然后我们根本就没有的选择 只能想着哦 加班吧 加班还有加班费 那时候就特别想赚钱 因为觉得我都这么累了 如果我不为了赚多点钱 我为什么要在那里 所以呢就一来顺受的加了很多的班 每天两到三个小时那样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是底薪两千美金 再加个三四百美金的加班费 再加上我有做副业再加起来 全部可能每个月三千美金左右吧 然后辞职前 其实我拿过一个星期的有心假期 然后再拼上其他的假期 去泰国的青来那边住了两个星期 然后那边的人旺财 你不要太调皮 那边的人呢 真的生活态度很轻松很自由 都不用跟别人攀比 别人也不会说你什么 完全不用看任何人周围的颜色 然后听说当地平均的工资 每个月只有三百美金 但是他们却感觉过得很幸福 然后这种环境跟我当时的职场相比 真的成了一个超级无敌明显的对比 但是我真的心想 其实真的没有必要把自己逼得这么狠 后来呢真的觉得这种生活看不到头 所以呢我就一无无反辞职 辞职之后我就经常去泰国生活 包括这一部在泰国的日常影片 就那样的生活吧 一个月控制好都不会超过五百美金 但并不是像以前在东京那样很节省 三美金一碗乔麦面晚上不吃饭 然后住学校并不是这样的 而是一天买两三杯咖啡 然后遇到泰国朋友 如果是七场合的话就一起出去吃个大餐那样 然后今年一月份在巴厘岛 其实我也住了一个月的时间 生活费也差不多五百美金左右 所以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第一个月的YouTube广告收入 大概我的情况有两千五百美金左右 然后我上班的时候收入其实也差不多 如果是按照泰国刚才跟大家说的物交水平的话 一个月的收入其实就等于说不用工作 可以活将近半年时间了 所以那个时候我真的心想 其实也不用这么拼可以活得很开心 从那之后做的事情就是先辞掉公司 然后尽量不跟气场不合的人合作 还有辞掉我不喜欢的工作 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什么呢 导致的结果就是其实我的收入也有所提升了 从那之后其实我可以把所有的时间 都放在自己喜欢的事情上面 而之所以能做自己喜欢的工作 其实才有动力会动多点脑子 想多点idea有动力 导致的结果就是比以前的工作更有能动性 才能获得更多的收入 所以才能换来更加宽裕和自由的生活 所以如果你现在为了赚钱而拼了命的上班也好 拼了命的创业也好 什么也好吧 你在长宅你自己的人生 其实无论怎么选都是你的自由 但我觉得获得幸福的前提条件 是你不要被赚钱这两个字拖累 要做你自己喜欢的事情 之后钱就会接踵而来 不然的话即便你赚到钱也不会很开心 可能你会开始怀疑 那你一开始这么努力 到底是为了什么去赚钱 就像我当初刚赚到钱的时候 是在上班的时候 在上班之前我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穷学生 然后我的第一年上班的年薪 其实已经比整个社会环境的平均收入都要高了 算下来一年的年薪大概会有4万多美金吧 在那个社会里面 所以周末我经常会去逛LV看Tefany 然后盘算了自己再努力再多赚一点 可能可以买这个名牌 把今年年末的年终奖 现在花了的话我就可以买掉这个那样 但说实话很幸福吗 坦白说并没有 我觉得好空虚 所以我真心觉得没有必要为了赚钱要赚钱 其实没赚多少你也可以很快乐 就像我现在那样很多人一样 换一个活法就行了 但是呢幸福的基础也是从经济构建起来的 你不工作也没有收入 但是在这里如果你想要尽量幸福的工作下去的话 在这里重点就是我希望大家能够尽量的排除压力去工作 那具体该怎么做呢 其实也很简单 首先你要了解让自己感到有压力的因素是什么 我的话其实就是两点吧 第一点就是以前我工作的时候我觉得我无法做回我自己 第二就是没有自由 就是第一点没有办法做回我自己吧 公司的环境也是那个社会的环境吧 逼迫我要面对很多的同事和上司 而且大家的辈分很分明 我不能直接表达我自己的观点或者是我自己的不满 我一直都要去迎合别人 卫装成另外一种性格 就好像现在我在镜头面前说的任何一句话 我的喜怒哀乐 以前公司的人是一次都没有看到的 而且我也没有办法 上班的时候想要干什么就去干什么 明天我就不去工作 明天我就去哪里那样 这也不可能做到 所以我的选择就是尽全力去学习自媒体而电商 然后自己独立起来 在经过一大段时间努力之后 结局就是我终于可以摆脱让我很痛苦的地方了 那就是我做不回我自己 日落现在我可以在我现在的工作当中尽情的做回我自己吧 可以跟大家说一说我一个回忆 我记得在18年公司新年的第一次聚会的时候 还要把整个公司的人都通过广播聚集在同一个大会堂里面 很夸张 那大家在做什么 大家在跟社长新年问好 打招呼 然后宣誓自己要为公司好好效劳 那时候我就是其中一个小员工 但是呢心里面真的是很厌倦这种行为 但是又不得不这样一起宣誓 现在我真的可以直接表达非常不满这种行为 我觉得社长他把自己当皇帝了 以前在那种环境里面我是不敢说的 在网络做自己其实表达真实的感受和经验也是很艰辛 因为无时无刻呢都会有酸民会以上坏别人为乐 就好像无论是拍任何影片你都会收到财一样 但既然选择了这份工作 所有自媒体人都要接收这一点了 但是比起以前至少我能够比没法做自己这个要好的多了 而如果你也想要获得能够自由的工作 其实也有很多方法 包括像我现在那样对着镜头说话做一名YouTuber也是一个出路 除此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选择 而具体的方法和学习周期 其实我之前也拍过一部影片详细的解说过 你可以去看一下这部影片 然后选择一个你有意愿去学 或者是你觉得自己擅长的领域 然后可以去挑战 其实呢想要实现也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难 就像我刚刚说过 像我现在这种没什么欲求的生活 每个月有700美金就够了 然后里面的任何一种工作其实都可以赚到这个钱 包括以后我也会继续的跟大家传递一些数位有名的生活方式 和网路创业的方法 如果你感兴趣的话 那就记得订阅 并且点开旁边小铃铛 而且要点开全部 还有如果这部影片对你的人身上生活方式 还有价值观上有一点点启发的话 那记得给这个影片点个赞 并且像我这一种标签的人 在这个市场里面相信还是比较少的 如果你对边工作边旅行的人的生活细节 还有如何实现这一方面感兴趣 还可以去订阅我的Instagram 在里面我会每天更新跟你互动 跟你传递更多的细节 还有如果你对类似的影片感兴趣的话 那记得去看一下旁边那部影片 那我们过几天再见吧 拜拜